进入1727年高95公尺的巴洛克市圣母教堂 被盟军炸到只剩两堵墙 最后变成一堆12公尺高的废墟 血泪废墟一睡50年 直到1990年东西德统一之后 东德人终于对有钱的西德人 呼喊要重建圣母教堂 历史可以过去但是不能遗忘 德国人用整整20年 德勒斯登演出萨克森中心记 200年历史的圣母大教堂能重建 是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个奇迹 从1993年开始 德国花了一整年的时间 才把8000多块残台全部清完 一块一块小心掉起 再一片一片做好记录 德国人以最拿手的工艺科学来精算 坚持把一砖一瓦送回原来的位置 最后整座圣母大教堂 40%就是以幸免的战火瓦礼堆成 这块巨石就是1945年战火轰炸圣母大教堂 而倒塌的残存屋顶 到现在它保存着 揭露着人类的战争玉 德勒斯登有一座庄严典雅的圣母教堂 建筑中黑色的石头是二次世界大阵时 被摧毁遗留的瓦礼 与后来新的米色石头进行重建 也象征战争的教训必须被寄取 生于18世纪的圣母教堂 是一座巴洛特式建筑的庄严教堂 它在二次世界大阵时候 被联军空袭化为瓦礼 而这些瓦礼存放了50年之后 在两德合并之后的1994年 展开重建工作 于德勒斯登建成800周年 也就是2006年正式完工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教堂 可是耗费了1亿8千万欧元 才打造完成 一旁的剧院广场 赛博歌剧院是当地出身的音乐家 华格纳创作首演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面的大教堂则是欧洲最后的 罗马哥德式建筑 独特的美感令人再三驻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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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战火的无情东德时期的封闭 德国人将精准的工艺精神展现在建筑美学上 及文化艺术建筑成就于一生的德勒斯登 更被后人誉为是一北河畔的佛洛伦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像隔一条街 一两万五千片麦森瓷砖 拼贴出七百年历代萨克森君王的君王行径图 能经历猛烈战火 却奇迹般幸免遗难一样 同样值得一提的 还有这一面名为君主出巡途的墙 反倒是二战时唯一没有受到炮火袭击的建筑奇迹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道墙相当特别 它是由两万五千多片的麦森瓷器所拼贴而成的 其中描绘的内容是记录着 一一二七年到一八三七年间 另任萨克森君王的一个图像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德勒斯登城几乎是被炮火给全部摧毁掉了 唯独这道墙却奇迹似的保存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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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同于亮眼的大都会喧嚣 一道令人惊艳的天际线 在零度上下的气温中 更显优雅而浪漫 这是位在德国东部 一北河畔的文化古城德勒斯登 是17世纪波兰国王兼萨克森王国 选帝侯强者奥古斯特的王宫所在地 类似总统选举人身份的奥古斯特 地位崇高 在此所打造的资温格宫 更被誉为是巴洛克建筑珍珠 目前我所在的资温格宫 则是在这个巴洛克建筑之都中的 巴洛克珍珠 这是由强者奥古斯特 身为萨克森王国 选帝侯石下令建造的一个宫殿 由于他将整个萨克森王国 带领到鼎盛时期 又瞬间波兰的国王 也因此这座宫殿 被打造得格外雄伟而华丽 王冠之门 用瓷器打造的秦钟楼 圆拱顶列柱处处金雕细琢 成为巴洛克建筑的经典杰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